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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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抒情儿的富贵 关闹未兴 你忘却过去的海岁 你忘却过去的海岸 娘临的海岸 娘临的海岸 不净看不彼心情堂免 把娘临今生蕴奔在一边 有钱到九十年度 五千十同仁团 人看不起手末胖 人看不起最疲骗 人将五千万万感甚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风鞋 春艳唱的好吗 哎呀 掌声雷动啊 哎呀 我对春艳 有两个特别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呢 就是她脖子上系的丝巾 这个丝巾呢 是为了掩盖 她当年的一段失败的恋情 和留给她身体的一些伤痕 但是春艳早已经用坚强和乐观 愈合了内心的创伤 所以现在这个本来是为了掩盖伤疤的丝巾 已经成了春艳坚强乐观的一个化身 大家见她都不叫春艳 叫丝巾姐 丝巾库 今天呢 我站在这里呢 其实是想给孩子呢 我的儿子做个榜样 我想告诉她呢 人生本来就是不可能那么一帆风顺的 然后有失败 关键是你用什么态度去对待她 所以说呢 我觉得遇到失败该怎么样呢 一定要坚持 我觉得今天是我 应该是三场状态最好的一场吧 刚才春艳说要给孩子做个榜样 我就想到真的 人家说一流的妈妈啊 是给孩子做榜样 二流的妈妈是当教练 三流的妈妈是当保姆 所以我们这位一流的妈妈 那个春艳鼓鼓掌好不好 哎 大家我们大家都做一流的妈妈啊 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 第二个印象特别深的是 特别会唱 特别能唱 今天春艳一上来 不是说是有时候经常 第一个出来的时候会冒 会提的那个劲就过了 有点紧张 但她今天就是收放自如 唱得非常流畅 然后首先这段子呢 我也不是特别熟 真像小哥说呢 但是呢 你去控制她的时候 我觉得你还是 非常非常自信地控制这个段子 但是我又觉得 有两点是需要我去学习的 比如说你戴丝巾 但如果她不说 这丝巾是恰恰是来 让你弥补一些东西 成了点缀的话 你看 现在我想尽一切办法 每次出场搭一个丝巾 这就是想她学习 你知道吗 另外一个 你说我自己是校长 但我是保姆心的妈妈 我儿子一说干什么 我说耶 没有不同意的 所以我觉得我还得向你学习 另外就是 我觉得你笑着 比你出来不笑 好看 你看你现在多漂亮啊 你如果再带一点笑 再带一点阳光和美丽 那大家就更爱你了 加油 谢谢小湘玉评委 小湘玉点评完了以后 我大概有三个感受 小湘玉是一流的评委 二流的丝巾派代表 三流的妈妈 确实应该向春艳学习 我觉得第一个出场 就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从刚才她的表演当中 我看到了很多 我们戏剧上的一些个力量 就是在舞台戏剧的力量 她走内心 走人物 所以我听完这段时候 我不由地被她就带进去了 她那个哭腔特别地吸引我 控制特别好 她不是完全把它放开 完全地要追求这个吸取 那个律动性 她完全从人物内心去刻画它 有时她收得很微弱 但是你不得不竖起耳朵 听她在唱什么 就这一点是引人入胜 谢谢老师 周围评委 您是一流的评委 春艳是有一副 得天独厚的好嗓子 她其实没有经过训练 但是她本色就好 你在台上唱 我跟范君我们两个一直在说 说她非常会唱 而且她高音也会运用 有很多字什么一七折的 那种闭口的音 她能够掌握的 拿大撒给她唱得很好听 这点是我绝对是支持你的 加油 谢谢 收获特别大吧 春艳 谢谢 接下来来看看 春艳刚才的这段表演 能够得到多少人的支持 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做好准备 各位请打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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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倪春艳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 339分 谢谢 谢谢春艳 学习一下 谢谢 唱得还玩也说得也好 你看评委队 你的评价有多高啊 那么圆满 大家好 我叫孙帅 是郑州市公安局 车辆管理所的一名民警 今天我当导办 主要的职责是为前来车辆管理所 办理业务的车主们 做好服务 答疑解惑 那里边到车户科上你再问一言 你现在户口在这儿吗 在 在是吧 那你到村上这个口一直走 除了当导办以外 我每天八点半就要到港 负责执法纪录仪上传工作 我们单位是一个窗口单位 主要是服务群众 方便群众办事 所以平常的工作会比较的繁琐和辛苦 但是我可以在戏曲中找到更多的快乐 一晃我和黎恩春已经有了12年的缘分了 在这12年当中 我经历了很多 也成长了很多 这次参加20年类务群伴赛 我抱着一颗平常的心态 没有任何的压力 把它当作一次艺术的汇报 加油 火来了 几句话说的我 日落勇气 勇气 勇气 白苏战 家属县 此生祖礼 家属县 家属县 清日落勇气 泪水败血 烟水败儿 然后深陷 沙子 水败儿 喜耳朵孤独 喜耳朵未去 最伤心 笑声笑为寒麦去 为寒麦去 杀世间娘要离儿 儿要离娘 一别无期 善命远安阳 千万里 忠奇汉德 神归人情 等待得天理 真理 人理 清理 万里之一不一天 自由能忘记泪天 把她拼 把她拼 把她拼了 02年打泪 当今讲泪主 一晃12年过去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 大家想不想看一看 孙帅当年打泪时的形象 想不想看一看 咱们一起来看看 12年前的孙帅什么样 孙帅自己来看看 在看这段视频 心里是有点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我老了 我觉得孙帅此时此刻 站在这个擂台上 大家看还是这支警服 是不是依然的英姿萨爽 孙帅 转眼间 12年过去了 一定经历了很多 当然也一定收获了很多 他还专程到北京去学习声乐 那现场要不要让孙帅给大家唱一段 唱一段歌怎么样 刚才听了戏 小玉姐 你刚才说孙帅是不是学过歌曲 然后学声乐怎么着 边上一个人啪啪啪一直点头 周伟评委是吧 这是警察 这是军人 这是窝底饼 队长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这是我们的周队长 我们在二十年内主争霸赛的 启动仪式上 这是我那个队长 其中的景观 他的一生报告队长 让我当众摔了个大马趴 今天这胯骨头还疼着呢 你知道吧 所以他这个嗓音呢 特别的红亮 能看得出来这姑娘 管说不练也不行啊 我邀请我们队长上来 跟我一起合唱吧 对 两个人合作一段 我觉得蛮好的 太好了 这个题特别好 江玉姐 来把舞台交给你们两位 这个特别好 因为我见着警察的亲切 因为我媳妇就是警察 我在北京有一个外号 叫井姐夫 这应该算是小姨子 姐夫好 咱们唱什么呀 唱一首《为了谁》吧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 为了谁 为了秋的收获 为了春暉大言归 满墙热血 唱出青春舞会 光穿天涯 不知战友 何时归 你是谁 为了谁 我的战友你何时归 你是谁 你是谁 为了谁 你是谁 我的穷的姐妹 不流泪 谁最美 谁最美 谁最累 我的相信 我的相信 我的战友 我的兄弟姐妹 姐妹 姐妹 充满了正义 我觉得小湘衣评委 她这个审美取向 严重有问题 这赫南话就是 听唱你也该乱 那个特别高兴 就是说我特别那个 希望每一个戏曲演员 有特别好的一个声乐基础 这样的话能让唱得更清楚 声音更洪亮 同时呢 你那个就是 对你的声音 又是一种科学的保护 我支持你 特别棒 加油 刚才你这个主唱段的时候 那个白蛇的时候 我跟湘衣姐 就是特别的兴奋 就是一下觉得 特提气 听着她过瘾 特帅 对 特帅 尤其是刚才她 小湘衣评委提到一点 就是通过声乐的 这样的训练方法 我们把它借鉴过来 运用到我们的戏曲演唱 她的会更通畅一点 上下会更通顺一点 更科学一点 但是你又用 利用了方法 但是还是戏曲的原汁原味 那个味道 这一点很难得 她说的很地道 这个是我感受最深的 当然了 后边才艺展示那一部分呢 就特别好 就更好了 就这个这个歌唱的 就更好了 对吧 这老百姓多喜欢 有这样漂亮的 有才艺的警察呀 你说呢 我都想飘了 知道姐夫为了谁了吧 知道了 咱都知道 咱都明白 我说的都挺好的 怎么你这一去就给拐勾里下来 哈哈哈哈 真帅呀 我虽然说我没听过她几次唱 但她大名鼎鼎 很多的戏迷都知道这个名字 都说过 所以她 我今天一看你名单有孙帅 呦 我这些是一名人啊 我很早就知道她 有很多戏迷的车都让她扣过 就是你的车让她扣过是吗 我不会开车 我紫车才让她扣过 但是你你不开车 你坐车也会扣的 因为她超载呀 接下来打分的时间到了 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支持和喜爱孙帅表演的 各位请打分 我们的景观孙帅 观众给出的分数是 376分 谢谢孙帅 稍息休息 谢谢 呃 觉得还好 不是特别的紧张 在唱的时候吧 慢慢的放松了 我都忘了多少分了 谢谢 谢谢 欢迎大家回到游戏中小夜 后面播出的 民主20名 类伎中霸赛第五场晋级赛的现场 我们要感谢行业领军 江苏宗春三轮车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同时我们也要特别感谢 玉冠中心黄金珠宝 对本栏目独家试取提供 好 接下来通过短片 认识下一位出场的 明清类伍 嗨 大家好 我叫徐文霞 我是2002年总决赛 影响类主 我记得就是刚打完类前几年 有的时候我躲在大街上 就会被别人突然认识 这是游戏类主 然后呢就会要求我 跟大家唱一段 因为中间我的嗓子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呢后来就改行 当舞蹈教师 但是在这期间呢 我都在练习唱腔一些小的剧目 当我得知我要参加 这次比赛的时候 说实在的我心里面 真的很忐忑 但是最后我考虑到 会再参与吧 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表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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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一千里 怕我说不定 伤害的消息 伤害的消息 都才是你 青年人 光阔的天地 一千里 既然 天后落落不得 旋定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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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何事故意让我去 咱不得我茶上去吗 我去咱不得我 我去咱不得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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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花心 你往海洋流行 你转连又不满 我 有愁有劲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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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美人妹 可像吗 这下 现在是我们河南非常有名的演员 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 这两个姐妹 从小学期 我听说你们俩的那个 公灵都特别长 对 我的公灵 现在已经37年了 怎么会呢 这是真的 我们俩八岁就是 国家就进集团了 正式演员 我小的时候学戏 可以说我 我对我这个妹妹 那是羡慕 嫉妒 她就因为这个聪明 这个灵气 这个胆大 她12岁 就跟着我妈妈演这个 王宝川的第三部 《红艳传书》 她把第三部全演下来了 第三部是一个唱功戏 我现在都觉得很不得了 12岁啊 就能在舞台上演整本的戏了 是 真的我小的时候 我对这个戏曲就特别的 真的是很灵动 如果当时要是有黎原村 我绝对是明星小泪主 现在我就总结一个什么呢 就是小聪明 不如傻坚持 所以呢 姐姐现在 在这个戏曲方面成就还是很明显的 对啊 得了梅花奖 这梅花香自苦寒来啊 现在妹妹因为嗓子变声期不能唱戏 改行了 对 做老师的是大学的老师 舞蹈老师 怎么样 咱们现场也开开课吧 让我们舞蹈专业的大学老师 教大家跳跳舞好不好 那我就先吵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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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一只孔雀呀 怎么样现场学一学吧 您看看 四位小 这桂军皮文你之招呢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那我就挑半帅哥 周帅哥 一起来和我学代尊舞 我先说一下 载出舞需要三道弯 体型的三道弯 需要雕树美 雕树美 你长得有点雕树美 雕树美 那我们就来学一个动作 这个叫嘴形手 好 三道弯 来 鲤鲤羽毛 不在一个不在一条线上 还行 来来来 屁股屁股 做造型来 雕塑一下来 来拍个照片看看 美丽的空间 来个电影 电影 很漂亮很漂亮 这个手要弯 对这个手不能直 这个手臂 行过关 鲤啊 你这三道弯 有难度呀 三道弯是吧 三道弯 三道弯 三道弯是他的 我这收上三道弯 最特有的 手上三道弯也行 是腰 快点击我说腰 鲤鲤儿 演不了孔雀 你还演不了烧鹅吗 你才演飘牙呢 你好 鲤儿你好 周围你好 斗鸡呢 干啥呢 斗鸡 好好好 舞蹈 我觉得跪在参与不容易 你看你三道 不容易 尤其反觉 不容易反觉不容易 对 自己都找不到自己咬 不容易 是 不如太鼓勇仙嘛 其实鲤儿对俊侠很了解 当然了 这是我们河南 玉剧舞台的青年的表演一首架 朝阳沟演过银环 第三代银环 真的 我特别喜欢 鲤儿啊 你看人家有句话叫什么 心动不如行动 咱们掌声鼓励一下 既然孔雀舞都敢跳 还有什么不敢演的 这个俊侠是我姐姐 来演一段好不好 咱俩俩俩俩俩俩俩俯捅唱 可以 你都不怕我害怕 咱们来个朝阳工行吗 好 你还是演银环 我手当其中 我手当其中银环 我乔真 那我演的马 好 我敢演银环 你演儿大娘 我演儿大娘 你儿大娘 总 桑子 桑子 桑子桑子桑子 桑子桑子桑子 桑子 桑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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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 小思明你還怪厲害 別算 結你儘快說你不會說二 嗯看你張的斷一爬 詩活告訴你我 太可能 硬壞呢硬壞 硬壞 拿麻煩讓你容易不容易啊快 那麻我從小授瓜 哎不是 那妈我中年受夸 我把你振刹拿着等待 你可不可以妈妈气死了英欢 英欢你回去吧英欢 妈 我给你都说了一百回了 你今天再说 我还是不会去 不中 我抽根言 平复平复我的心情 你为什么会去不去 你为什么会去不去 我会去不来呢 哎呀 平哥 你送他妈来了 可不是吗 厉害得不得了 还撬不起那闪里认来 是啊 还撬不起咱闪里认 连冒主席都看得起咱闪里认啊 我倒要解释解释 还撑里认 能比咱闪里认能呛那儿啊 比咱多一百斤哪 我看看 还真是比咱闪里认多上一百斤了啊 扫子 你累了 可不是累了吗 走 上家里吃饭去呗 我吃了家饭 我怕噎死了 你少吃一顿 你也饿不死 扫子 那就住下 明天再说 住 你那这扫子 狮子老虎打响的 我把我吃了我来 你那个样呗 一顿都吃不了 隔平响里 咋啦 我们三里人咋啦 三里人 你成年有啥了不起啊 你说有啥了不起啊 你有啥了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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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人家是越昏 再变成耳患了 这这这咋回事 能到底谁是宁患 我是宁患 谁是宁患 我是患 我啥时候省了爽爽胆 我都不这样 哎呀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是吧 朝阳哥这出戏 半个多世纪了 经典剧目 你看大家多受 大家喜欢 在我们的舞台上 我们的名家 根据我们选手特点 我们做了很多版本了 大家这证明 耳熟能详 大家喜爱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我们的评委 范君评委 周围评委 你是换吗 我是换的妹妹 行 看清楚了 喜欢喜欢侠志的表演的朋友 请为她打分 现场观众为徐文侠打了346分 祝贺 全球也不错 300多分已经很多了 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刘志佳 一个唱着上世纪老腔老调的老人 把欲据原始的魅力带给了无数观众 也打动了五位评委 他已86岁高龄 但场上表现仍然不足 上一场排名第三 顺言第五场比赛 快乐老人刘志佳 能否再次征服观众 顺利晋级 我们拭目以待 哇 4 4 在书馆哪 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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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呀 总是啊 好不伤情啊 早不想儿年娘啊 你是上面啊 八十多里他的声音居然有点都不老大 天下我每条选 五苦零顶啊 老婆他带我呀 文高与众啊 他把我姐姐夫 文秀将啊 大便家 三万代啊 会能好过 耶 面日的梁小姐啊 啊 啊 苟给唱啊 los 您好您好 我们又见面了 真高兴见到你 让大家看看 看一样东西啊 我让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咱都来看一看 这是什么 这两张纸上 写的就是刚才 老人家唱的这细词 老人家亲笔所写 公公整整 非常的俊秀的字体 那我上过诗书啊 很早以前上的诗书 那诗书里边都学的什么呀 那都是学的这个 好说那五经诗书 我讲过这个诗经 五经呢是诗书一律春秋 普及一小段咱的国学 您能记着哪段 能给大家说一段 行不行 行 管管居酒 载贺之轴 苗条鼠女 君子好求 行也 行这咸咸托吾 一人气说 拥之四也 周知温望 省有省得 有得省女此事 一位支配公众之人 与其时之 见其有有 现正经之得 不作此时 那从前都是 这个知乎债业 一言这一九十八个字 刘爷爷 您上私塾那时候是 多大岁数 几岁啊 七八岁的事 还是啥个秀啊 老人家七八岁的时候 开始上私塾啊 然后到现在 这七八十年了呀 记得这么清楚 这老人家的记忆力 太惊人了 姑姑长怎么样 这老人家姑姑长 谢谢大家 谢谢 哎呦真的不简单 八十六岁的老爷子 在台上 刚才就出场 这几步走 就给我吓一跳 真的 我就担心 你知道吗 灯光还没起来的时候 我说这老爷子 还弯着个腰 我都怕他站不住 结果这弦一起 古板一起 四六一嗓子 没想到 好 底气十足 满面红光 还有作派 这个感觉太棒了 而且刚才 关峰你看那个 从小学的这个四书五经 倒背如流 记忆力也特别的好 所以您这个霸气十足啊 您已经是这里的霸王了 给孩子们一条生路吧 好不好 太可爱了 我们老刘家的人 就是这么好啊 在这儿呢 刘爷爷 就刚才您背这些 您小时记忆犹新的这些词 我就特别佩服您 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这古文 所以您背这些东西 我们想说学什么 长恨歌啊 琵琶行 我们也背 那你背一点 行那我就背一点 我还真想不住我 汉黄重色私寝国 欲语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出掌成 养在身归人位时 天生丽质男子弃 一朝选在君王册 回眸一笑 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次于华清池 温泉水华细凝植 时而浮起焦无力 史事新城恩泽石 云遍花颜金不遥 芙蓉账暖不春宵 我对诗词也有缘故 不合不动物 汉地何下骨 从小时候不糟蹭粮食 所以就吃成这样了 对呀 毛主说浪费粮食 准备等于犯罪呀 你咋你乘一阵 比我们啥一阵 多张一百斤呢 您的话还藏大价 不是 我准备拿唱 把那个木兰词里的几句 我给你唱两句行不行 哎呦 瞧瞧您一上台 这多热闹啊 来 开我的东哥门啊 坐我的西哥窗啊 拖我展示炮 坐我九十上 当床里云顶 堆镜贴花花 我亲方亲之 小金儿爹娘 花将军 又变成了花姐的女郎 那样啊 那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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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destrians 昊烈 送给你 好了 接下现场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支持和喜爱 刘志佳 老人表演的 各位 请 打 分 啊 啊 呀 є 写热 Tell me 好的 我们现场观众 为刘志佳 老先生 打了331分 但是我接下来想听一听 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送给一位86岁的长者 好不好 我来听一听 大家的掌声 谢谢 感谢 我这么大年纪 我这次又歌手 李奥春舞台一场 高兴了很 我是2004 我这次又歌手 and all this time and all this I like the love and all this and all this time and all this I like the love пров panel and all this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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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漢林烈河 回到大桃上 本她是好可爱 每年是不是我 断着手指请说什么 我兄弟把我喊着 说什么又如此想 把门去放你了 你忘却别扭怎样死 手指这条 有胖让人打头上 我不怕 胖人马 马也生往人回 你的风鸣你才是 一门无你子 你才是犹如足下 白门帮我随时 交换眼泪一几 斗饼那探完无礼 掌完蹭无睡 唱着八神脉 不是更性 又改宁我随 手剪任是乎 不是罗歌 百门曾刀剑 你把高官做 早不然接接手 不听我呀 万有凡不义 出生之道 跟天生他问 你把良心丧 你才是不容不笑 不是不意念念念念 你幻不如该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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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愿愿掌声说 唱一味真正 真过瘾 是不是经常有观众 会这样说 对 因为去演出的时候 朋友们说 心里朋友说 听《长浪史丽奇》 郭音 带劲 我说郭音 你是啥感觉 他说 那就车来一会儿 拉脚捞棉条 吹神喊 看老百姓的白话大师傅 多准确 拉脚捞棉条 腊子还浑身抽着汗 舒服 过瘾 张老师的唱腔是很有特点的 张新芳老师被誉为是取句皇后 她的声腔艺术非常有特点 对 老师的声腔艺术 以大奔丧为基础 山班 顿 这都自己多 然后就是死短肥短 疼口比较 比较重 就是老百姓说 他理解那个国音 带劲 就那种感觉 刚才那个孙慧给大家展示的是 那个唱腔 其实那个张新芳老师的念白也很有特点 对 老师的倒背 我想 学一下 我想 那半斤的鼓掌子 一定要学一下 大家感受一下 还是《成三两爬堂》 那个戏吧 对 陈三两爬堂里边 他给他的弟弟 忘恩负义的弟弟 有一段 非常精彩的 这个年败 所以你得找个弟弟是吧 这不他弟弟在那坐着呢吗 小白脸 小白脸 你有文化 说你有文化 他说的是忘恩负义的弟弟 那不就说你吗 给你看 我像忘恩负义的吗 不是不是说你忘恩负义 就是你母亲母义 不是也不对 我看你像没心没肺的 那样吗 你觉得我俩谁像忘恩负义的 不是我觉得你知道吧 你还是有点像 我觉得你准是忘恩负义的 你咋这样 咋说来着你教教我 就是 这个天有漫天兴斗 天有漫天兴斗 天有日月为命 天有死寂 天有死寂 好 忘恩负义的人 就是三句词 就是三句词 准备好了吧 来 天有漫天兴斗 人有周神的汉堡 天有日月为命 人有周焉为火 天有死寂 人有霸子 人有阳后 人有气 人有脸人有淡水 华佛 华佛 你还严了可想了 我觉得晚安负义也挺好 好一模一样 发现没有 最大的晚安负义 都在我边上坐着 一到这时就挤着我 真好 别别 我跟你讲 这个桂娟是李世纪老师的 这个学生 他尤其是近期 陈三良演得巨多 好几回我都想去学习一次 这京剧的万安负义小白脸 跟曲剧小白脸 可以一个人演 他可以不不不不 听听 陈派的陈三良 跟曲剧有什么区别 我看我的书品 自卖自身更新改名 收尽了折磨了 落到长门 有日日红叶飘落 你看满心盼望 学荣的风鸣 不愧足心里 只成人为人 恩要真为观 邀请怀念 收督为节 也殊胜想不到 一别十年妙 我隐心想到此之后 我将我喊 我随转 在我心脑 在我心气 在我心恨 在我心 好听 但是你知道吗 你踩着我脚唱的 你知道姐姐 为什么踩你脚吗 为什么呢 这次你都不愧 你晚安复役 那个 为了 搭起一笑 晚安复役 我也唱两句 陈三亮 来来来来 伴奏一下 陈奎家住山西延安城 你这样对着弟弟唱啊 陈奎家住山西延安城 南门 陈奎家住山西延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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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让我就是激励我很多 让我就是终生的话 因为04年我摆在他门线的时候 他已经是得癌症了 他没有过说 我到07年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有这个癌症 为啥直到07年 我在我们老家宇州 办一个延长会 我叫小鸟老师来 我给他打电话 一打他牛接了 牛说来 我跟你说实话吧 老师去不证 老师癌症后期扩散 他来不了 床都下不了 哎呀 我说可震惊 我说老师给我的展示的 都是可谈笑风声 这咋会突然说是癌症呢 就我说第二天晚上了 整个人化妆来后台 老师突然出现在后台 牛缠着他 当时我说了 老师 你有病这么重 你也不跟我说 然后他 他就是说 啥都别说 别耽误一声 演出现最忌讳这说话 可是包头呢 我给你 在舞台上 跟你合作一段 带你一段 朝你个底下 连多长时候 上舞台以后 我和老师 我们俩一块演唱个 趁财量宣断 李苏平行中感作 里边有一句 飘飘 然后有一个小翻身 老师那么大年龄啊 他有重病 他就翻一下 腰一下去 腰都快一下 哎呀 我非常震撼 老师这种 就是说有病啊 因为爱诊后期 你反应啊 那是傻感觉 傻感受 我不敢想想 张老师的 坚强啊 感染着他身边的家人 他的弟子和他的朋友 他的女儿曾经告诉过我 他母亲不仅瞒着 不让给弟子们说 甚至 医生 每次医生去查房 他第一句话都说 我今天感觉挺好了 其实他是肝癌晚期 特别的疼 然后那个 一直怕孩子们担心 也不在孩子们面前流露 只有最后临终前 因为是腹腔那个大出血 已经非常痛苦了 他的女儿在床边问妈妈 说妈妈是不是疼得厉害 张老师唯一的一次 手放在腹部 艰难地点了点头 即使这样 张老师也没有喊过一声 大概是在临终前 四五个小时 有朋友去看他 他还在病床上 给朋友说 灯薅了 我还给大家唱 我们特别的感动 你知道吧 因为都其实 有的张老师的戏 我们都不太会唱 包括桂娟 就是由心里头觉得 敬重这样一个得意双心 那么真诚 那么对学生 对家人 对周围的人 对这个艺术 投入这么多 特别感动 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 后来说 要不我们也唱一句吧 好不好 我们每个人唱一句 四位评委 共同为大家演唱 张新芳老师的代表剧 陈三良 以此表达对老师的敬仰 陈三良 埋不上冬的笔 好 去海偷看翻面 放大的我把 弓旁盛 我弓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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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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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孙慧 我们擦干眼泪 看看今天的演唱 现场观众 会给你打多少分 好吗 来 现场观众 为杨松回答了 三百六十分 谢谢热情的观众来到我们现场为我们二十年力主争霸赛晋级赛助阵加油 欢迎大家回到由13月1月过命不出的林元春二十年类主争霸赛第五场晋级赛的现场 我们要感谢江苏综身三轮车 感谢甘草复合植物饮料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玉冠中金黄金珠宝对本栏目独家饰品提供 好的 刚才我们的五位类主已经在舞台上展示完毕 那接下来的环节也非常非常的关键 现在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把他们请回到舞台上来 欢迎他们 现在通过大屏幕来看一看目前观众打分的排名情况是怎样的 排在第一位的是孙帅三百七十六分 直接晋级 盛合孙帅 我今天晋级很意外 因为今天比赛的选手都会持有所谓的桥 所以我非常感谢 接下来的排名情况 刘志佳老人三百三十一分 有一点点落后 久久都走了 把我给你们了 哎呀 你高兴你看我们都开心了啊 要给大家说再见了 握握手吧 来 都给老人家握握手 祝福您 祝福您 老人家 再见 老人家 我们掌声啊 祝福刘志佳老先生 活到老 烫到老 开心到老 唐觅二百岁 朋友们 还有一个晋级的名额 我们请我们的评审团 合议之后做出他们的决定 好了 已经有了结果 欢迎大家回到游戏中大夜 中文部署的 李游戏二十年 类似中霸赛 第五场晋级赛的现场 我们要感谢行业领军 江苏终身三轮车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四个这个经过认真的研究 我想今天呢 杨松慧的成绩明显的 发挥的特别好 也是观众的心声是吧 好 我们把我们那个这一票 评委集体这一票给了杨松慧 祝贺你 我们祝贺杨松慧 晋级 再见 松慧 祝贺你 我们要给春艳说一声祝贺 来春艳握握手 李春艳已经连续三期 在我们的舞台上近期的展现 所以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 倪春艳也顺利的晋级我们的赴赛 掌声送给倪春艳 祝贺倪春艳 好 文霞下期再战咯 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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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朋友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李渊春二十年力度争霸赛 第六场晋级赛 不见不散 朋友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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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转发表演还是支持